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宇宙流武功正术九段的一盘精彩短对局 这盘棋是1987年11月19日 日本第26棋十段战当中的一盘对局 由当时的本一方武功正术九段之黑 对阵关西棋院的年轻才俊金村俊野八段 金村俊野八段此前曾和大家介绍过 参加过第二届中日为期内台赛 是当时关西棋院的后起之秀 而武功正术九段也将金村俊野引为知己 当然这个知己不是在围棋上 一来武功正术认为金村俊野是一位豪爽的人 与他的性格十分相似 二来金村俊野的歌唱得非常好 武功正术九段经常与其在卡拉OK当中切磋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直黑的武功九段依旧采用了自己最拿手的三连性开局 白旗应以二连性 这一时期正是宇宙流的巅峰时期 武功九段直黑一般都采用三连性 直白则多采用二连性 不变的布局体现出了强烈的自信 但对人们的大力推崇 武功却认为他所下的是一种自然流 他这样说道我也是职业棋手不可能不喜欢实地 只是在模样与实地的选择难分大小时 才会偏向于模样 业余棋手如果盲目模仿 而对棋里棋子的效率没有足够的理解 将必败无疑 下一手白旗在右上挂脚 黑旗一肩跳手 白旗简明拆回 接下来黑旗占据了下方的腥味 构成了大气磅礴的四连性布局 白旗则淡定的在左下手脚 以静之动后发之人 此时黑旗面临选择 如果要巩固自身模样 在右下一带手脚或者守在下方 都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但武功九段担心的是 白旗也在左边占据腥味 以模样对抗模样 这样的结果当然也是一盘旗 但黑旗没有选择 实战当中 黑旗选择了一条更为均衡的路 这或许就是武功九段 所说的自然流 下一手 黑旗在左边分头 阻止白旗连骗 白旗逼住 黑旗悠然拆二 白旗肩对黑旗两颗子发动威胁 而黑旗接下来并不是简单的 再次跳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白旗点脚或者是挂过来 都是眼见的好点 这样的图 白旗将黑旗的模样破掉 黑旗并不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武功九段别出心裁 此时在脚步点了一手 这手棋的目的是为了试探应手 实战当中 白旗在下方挡住 也是AI的一选 值得一提的是 AI对于武功九段的宇宙流布局 不屑一顾 此时 黑旗的胜率降至42%左右 但是 AI对于武功九段的中盘战斗力 却是推崇被制 我们从此后的胜率分析当中 也能看到 下一手黑旗直接脱先 在右下手脚 那么这手点三三的目的何在呢 以后一旦 这两颗黑子受到威胁的时候 黑旗又在二路脱的手段 白旗如果搬 黑旗退 白旗补齐 这样边上的拆耳将得到加强 而如果 白旗从上方搬 黑旗退 白旗粘住 黑旗搬完之后 再脚步一虎 打吃就粘 脚上也然活齐 外围两颗子变轻 这样处理起来 选择将更多一些 这是黑旗的意图 所以实战当中 黑旗试探应手之后 马上脱先手脚 下一手 白旗也回到左上 捞取实地 而这手旗走完之后 武功九段的宇宙流 彻底发动 下一手旗 黑旗再次大飞 猴子猎 这是武功九段三连星 或者四连星布局当中 最常用的扩张方式 武功九段在 自战结束当中说到 这手旗的选择 跟白旗左上 这手小尖 也有关系 如果白旗 选择的是扎钉 固守脚地的话 黑旗就不会再次大飞 而是直接打入 白旗压住 黑旗两边 争自有力 可以再次挖出 白旗打黑旗粘 白旗再退 黑旗长完之后跳出 这样一来上方 黑旗已然活旗 外围白旗留有断点 这个黑旗满意 而如果 此时白旗从上方打 黑旗长 白旗吃 黑旗打吃 白旗提掉 接下来黑旗打完之后 争吃掉这颗子 局部黑旗也是满意的 所以 这个图 也是 武功九段的一个选择 而实战当中 白旗选择了 肩在此处 对边上有所加强 但脚步 却略显薄弱 因此黑旗针锋相对 再次飞 白旗补齐 黑旗再飞 要说明的一点是 此时 黑旗如果从下方扩张 方向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 白旗可以在这一带大飞 或者简单的跳起也可以 黑旗如果飞 白旗再从中央 浅销过来 以后随时有跳在此处 肩冲 压制黑旗模样的招法 同时我们看到下方 黑旗的这个模样 边上 二线是漏风的 脚步 还有点三三的 火旗可能 同时中央一带 也没有完全护住 这个下方 黑旗失败 所以武功九段 对于中央一带的这种 感觉 是非常厉害的 实战 黑旗 飞完之后 白旗也不甘示弱 针锋相对的飞旗 一来限制黑旗继续扩张 二来自己上方一带 也膨胀起来 而黑旗下一手 继续飞 武功九段的宇宙流 横空出世以后 犹如在旗潭投下了一颗重磅的炸弹 因为按照单纯的唯控理论来说 中复的承控效率是最低的 不过传统的理论 并未束缚住武功天才的构思 他在一条前无古人 后难有来者的崎岖小道上 独自前行 似乎真的具有化福九为神奇的力量 经过武功之手的点拨 看似不起眼的几颗子 瞬间就会将 别人眼里的不毛之地 围成风雨打空 本局就是一个例子 下一手 白旗从下方削了过来 这也是金村八段苦心的一手 这个地方如果白旗继续围 黑旗在下方跳出 这样一来 白旗再从中央进来的时候 黑旗肩在四处 现在成为白旗单方面受攻的形式 这个图黑旗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白旗在此先掉了一手 期待着黑旗硬住 接下来白旗再飞 这样一来这一代 白旗无疑先手 压制了黑旗右边的阵势 先手便宜 白旗当然高兴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 这个地方AI的观点 是这块空 白旗要进来 就应该深深的打入 活一块旗 没有问题 一般武功九段 在这种地方选择的 都是压主 他和赵志勋九段 有大量的这种实战的例子 这样旗局已久漫长 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武功九段宇宙流的 就是他的老对手 擅长置孤的赵志勋九段 我们继续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 白旗消弹此处 黑旗不肯再硬 下一手 直接在上方飞 反过来 压制上方白旗的阵势 同时 也故意留下了一个 引诱白旗来冲断的诱饵 白旗实战当中 先在下方跳一手 威胁再次拦下 黑旗自然补助 接下来 金村俊也果然中计 下一手 白旗直接冲了过来 黑旗挡住 白旗断 战斗终于爆发 金村八段认为 这一代白旗子力众多 应该是不怕的 但是实际上 从这个局部开始 武功九段真正的开始 表演他强大的中盘力量 我们此前和大家说 在布局阶段 武功九段除了开局战的两个星位 加这两个手脚 是AI眼中的好旗以外 其他的AI都不屑一顾 不断地给他降低胜率 但是从这首旗开始 接下来黑旗的招法 几乎全在三选之内 我们继续欣赏 下一首旗 黑旗靠 声东击西 缠绕进攻的好旗 白旗此时 如果去吃住这颗子 那么黑旗打一下之后 把这颗扳死 这样的结果 对于黑旗而言 左边的收获巨大 白旗不满 所以实战当中 白旗下一首旗 选择了再次挺头 照顾中央的两颗白子 而黑旗 此时最简单的下法 依旧是扳主 这样白旗抱持 旗局仍然漫长 但是实战当中 武功九段下的 更为强硬 黑旗直接在上方贴了过去 防止白旗一手 将这颗子吃尽 依然瞄着 对中央白旗的进攻 下一手 白旗再次退 而黑旗此前 不尝这颗子的时候 扳死这颗白旗是医血 而尝了这颗子 这两颗子变重 下一手 黑旗尝 就成为医血 武功九段下的依旧精彩 接下来 白旗再次扳 而黑旗在上方 简单的飞一下 定型之后 由于这一代 白旗一手就吃不住黑旗 下一手 黑旗在中央 开始发动强攻 此时 黑旗胜率60% 先前也和大家介绍过 金村俊也 也是豪爽之人 在这个地方 面对黑旗的跳 白旗毫不犹豫的 强行冲断 正面迎战 但实际上 AI认为 白旗这个下法 过于勉强 此时白旗应该在 中央一代大飞 威胁黑旗断顶 黑旗在这代 如果不断 那么白旗再从这代跳 继续增加眼位 这样的话 白旗的下法 要更为从容一些 而实战当中 白旗在此直接冲断 黑旗也同样不甘示弱 两位豪爽之人 在这个地方 开始了正面硬刚 下一手 黑旗贴过来 威胁白旗断顶 而白旗 下一步的招反 却让武功九段 吃惊不已 原本看起来气势汹汹 再次正面要跟黑旗作战 但是当黑旗迎战的时候 白旗却突然缩了回去 这是严重的问题手 临门一脚 金村八段似乎忌惮于武功九段 强大的中复力量 选择了退兵 这首棋 白旗应该选择长出 继续作战 如果黑旗长 白旗可以再次粘住 接下来 黑旗再次跳的时候 白旗小飞 是旗行要点 黑旗再补一手 白旗再跳过来 这样中央一旦 白旗暂时摆脱了进攻 接下来 黑旗在上方一旦 贴完之后 虎定型 然后镇住 一面唯控 一面保持对白旗的攻势 这样 还是双方可战 如果此前 黑旗不是再次长 而是从上方拐出 意图威胁白旗四颗子的话 白旗跳在此处即可 现在黑旗上 中 下 三块旗都不活 这个战斗 黑旗苦战 所以这一代正面迎战 白旗也没有惧怕的道理 而且即使怕 也应该这样下 实战当中 白旗这一战 给了黑旗机会 黑旗马上 再次打完之后 强行从中央 贴了过来 这样一来 白旗也没有退路 下一手白旗长 黑旗继续 在中央将白旗分断 白旗再次补 吃住三颗子 虽有收获 但是下方的两颗白旗 却陷入了黑旗的重围之中 下一手 黑旗再次飞 对两颗白子 发动总攻 此时 黑旗胜率 75% 下一手 白旗眼见这一代 直接出动 风险极高 所以在自己没有走中之前 金村先在脚步 靠了一手 寻求灵活转身 而黑旗 依旧强硬 再三三搬住 白旗再搬 寻求借进之时 黑旗竟然直接 吃完之后挡住 惊吞了脚步的白旗 而这些下法 也都是一选 下一手 白旗再次打 黑旗粘住 白旗 长出 黑旗 此时 面临选择 武功九段 曾经考虑过 再次长的下法 这样相对平稳 这一代 右边 黑旗的实力 得到加强 白旗下方 加先手 黑旗吃 白旗打 黑旗提掉 接下来白旗 再次的时候 黑旗粘住即可 白旗逃出 黑旗搬 白旗再搬 黑旗可以选择 简单的冲了之后挖 这个双吃 白旗不得不防 而白旗粘住 黑旗立下 这样 黑旗只要将 白旗这块旗吃住 依然是优势 但实战当中 武功九段 却选择了 更为精彩刺激的变化 面对 白旗的 这手长出 黑旗 直接在脚步 吃了一手 不给白旗在下方 夹的先手机会 显然把矛头 已经对准了白旗的 整条大龙 看到此处 明月不禁响起 在日本旗盛战当中 腾自秀行九段 长考 涂掉 加通正夫大龙的那盘旗 局后 获胜的腾自秀行说道 现在的围旗 能杀得即不去杀 而是去收官获胜 这不是 真正的围旗之道 武功九段 在这一点上 与秀行先生 是有共鸣的 下一手棋 白旗一眼看 黑旗态度强硬 也只好硬着头皮 从中央冲了出去 黑旗强硬搬住 白旗再搬 黑旗接下来 后视一瞻 白旗下一手棋 刺在了此处 但这手棋 是问题手 武功九段坦言 这手棋 走完 跟黑旗的毡 交换之后 他已经确信 白旗的大龙 死掉了 那么这手棋 正确的下法 是什么呢 武功九段 在自占解说当中 认为 白旗应该 靠在此处 这手棋 走完之后 如果黑旗再次冲 白旗顺势一退 黑旗再冲 白旗退回即可 这样的结果 虽然黑旗吃住了中复的几颗子 但一来上方一袋 白旗已然便宜 而下方 黑旗的两颗子 受伤严重 这一袋 黑旗实之无畏 白旗弃子成功 所以 在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护住 是局部最强应对 白旗沾 黑旗退 接下来 白旗再次断掉黑旗 黑旗打白旗沾 黑旗再走 白旗断 这都是一本道 黑旗在上方不断 白旗冲完之后 断在此处 这一袋由于黑旗四颗子气劲 下一手 黑旗再次打 也是必然的防御 白旗现在直接逃出 并不成立 因为黑旗打两下之后 这一挖 直接利用滚包 就将白旗吃住了 但是 白旗也有好奇 此时 白旗可以再次 补住这个挖断 这样 白旗气长 黑旗只好再补一手 接下来白旗打先手 下一手跳在此处 又是好点 瞄着上方再次斑 分段五颗黑子的下方 黑旗只好补一手 接下来白旗顶住 这样的结果 武功九段认为 白旗活旗 但黑旗依然是优势 AI也认可这一点 这个图走完 黑旗的胜率 84%左右 而这步靠 正是AI的一选 所以明月看到这一点 再次对武功九段 强大的中盘力量 由衷的敬佩 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当中 白旗点完之后 再从上方断的时候 情况已然不一样 黑旗打吃 白旗沾 黑旗再走 白旗回到右边 另寻出路 那么为什么 白旗不从这一带再断呢 这样黑旗还是 虎在此处 接下来白旗冲 黑旗退 白旗再冲 黑旗挡住 而当白旗再断的时候 现在黑旗这多了一口气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口气 有了这口气 黑旗可以直接打了之后冲下去 上方有吃 这一带 这两颗白子也逃不掉 这个结果 白旗无疑是全军覆没 所以实战当中 金村俊也看到这一点 无奈他只好回到右边 继续寻求掩位 而黑旗 坚在此处 已经彻底的表明了自己屠龙的决心 下一手 白旗打 黑旗立下 白旗再沾 黑旗厚实的 不强自身 白旗贴回作业 黑旗直接点了进去 下一手 白旗冲 黑旗退 白旗再冲的时候 黑旗打 白旗粘住 接下来 黑旗一水另一 直接在此连回了这两颗子 那么这一代如果 白旗去断的话 黑旗逃出两颗子即可 白旗即使吃住这颗子 本身也没有眼味 而且对于脚部的黑旗 也没有什么威胁 那么实战当中 在黑旗连回的时候 从AI的胜率看 此时黑旗的胜率 已经超过了99% 这条大龙 已经没有火路了 下一手旗 白旗再次挤了一手 这是无奈之下的应急骗招 但这种手段 骗不了黑旗 黑旗直接回到右边 补助断点 此时如果白旗 再次切断 想要吃住这两颗子的话 黑旗当然不是从上方冲吃 这样的话 白旗吃住这两颗子 骑局还可以再折腾一下 但此时 黑旗可以直接在此冲出 白旗再阻动 黑旗打完之后一打 这一代白旗气更紧 接下来白旗再次粘住 黑旗一冲 吃住五颗子的同时 周围黑旗已然全部变后 白旗仍然难迷活路 所以这个图不行 实战当中 金村俊也做了最后的抵抗 下一手旗 白旗回到左边段 黑旗虎住 白旗再冲 黑旗打 白旗再断的时候 此时黑旗即使打在此处 也没有问题 但武功九段下得更为精妙 下一手旗一锤定一 黑旗直接击中了白旗旗行的弱点 挖在了此处 而这手旗 是本局的最后一手 这手走完之后 白旗竟无法应对 如果白旗粘在此处 黑旗 回到左边打吃即可 白旗依旧逃不出来 否则黑旗打吃两下先爽 接下来收气 白旗再吃 黑旗一断 利用盗扑 就将白旗全部吃住了 眼见大龙已经全部阵亡 金村俊也无心在战 直接投资 本局 武功九段 武功九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强大的中盘战斗力量 面对金村俊也的还手 黑旗抓住持机 强行杀掉了白旗大龙 算录精准 探断准确 连AI也 由衷的赞叹 这盘棋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